其实在翻开第二张的时候 就看到了我们金卫子和那个 王宁老师的这个一张合照 这张照片挺有特点的 上面是一个三十年 对 这一看呢 就是应该结婚三十周年吧 你看三十年珍珠婚 珍珠婚 这张照片是 在青海的一张这个 手机上的一张照片 我们俩很少有合影 除了那个结婚照 之外就很少有 就是有时候她不愿意跟我照 我也不愿意跟她照 然后我们俩感觉反差有点大 所以这张照片呢 照完了以后 当时我们选三十年照片的时候 选了半天 后来就觉得这张特别合适 看您二位这么幸福啊 其实你知道就是 我曾经就第一次知道 金卫子和王宁老师 是两口子的时候 我反复确认了好多遍 就是不知道您身边朋友 有没有跟我一样的 这样的感受 就觉得 您二位怎么能走在一起 有这样的感觉吗 有一种串台的感觉 对 其实我们两个人是大学同学 他比我稍微长一点 因为他之前在青岛电视台 已经是一名主播 然后才去上的学 在大学期间好像还好 后来等出了校门以后 我真正地去主持少儿节目了 然后他主持新闻联播了 两个节目可能就反差得特别大 再加上我们俩做了这两个工作 但是我觉得在生活中还好 不管身高长相差距有多大 但是我觉得我们俩心还是很合在一起的 两个人两个节目是完全不同的两种状态 就是我们也觉得生活当中 是不是王宁老师也会是比较严肃的一个人 比较严肃 反正我们家里头我要说十句话吧 他可能就一句或者一句都没有的 就说嗯 好 可以 他是比较内向观察类的 看 听比较多 虽然说的不多 但是真正拿主意的就那么一两句话 我觉得也就够了 所以我们家大事小事 还是他在拿大主意 我就是一天毛毛叨叨很多很多的话 基本上都不是重点 都是给生活加点佐料的那种 其实王宁老师播新闻联播 工作压力还是挺大的 那种直播的感觉 所以有的时候他也写点这种打油诗 我觉得写这种诗的时候 很多人可能是享受不到的 这种诗现在我都留着 他有这个习惯以后 我都是给他准备一张白纸一个笔 跟朋友聚会有点晚回来的 都是他自己写完了 就敲门声地放在旁边 我们都是第二天早上 才能看到他写的那个小诗 因为我们家大事小事 生活上的琐事 我管理的比较多一些 当时我记得还有一首 我出差了 然后他说第一天老婆不在家 心里乐开花 终于没有人管了 自由了 第二天老婆不在家 像脱江的野马 第三天老婆不在家 两眼一摸虾 什么都找不着了 不知道什么东西 放在什么地方了 第四天老婆不在家 就像孩子没了妈 然后就老问 老婆你哪天回来呀 出差几天呢 我说马上明天就回去了 实际上我觉得 他还有时候像个小孩一样 那我想问 就你俩生活上是这样 就是在生活当中 如果要交流起来工作的话 会互相给意见吗 很想 就是会互相看对方的节目 然后说 很想 他的那个新闻直播 我蛮紧张的 直播的时候 我基本上不看 不看电视 知道他第二天要上班 又是直播什么的 我们都不敢 有些什么大事 或惹他生气的事 尽量都避免 怕心情不好影响他 因为我觉得 他的工作 还是蛮重要的 一直在我心当中 是分量很重的 很崇高的位置 但是我的节目 他一般都不看 然后就是 他就说 你就跟小朋友 好好玩就行了 他说 老婆你是有专业的人 你是专业人才 所以他很相信我 那这个王静老师生活当中 这么大的压力 他会有什么方式 来缓解这压力 他比较安静 不喜欢像我似的 特别热闹 他喜欢安静 比如一个人 独自喝喝茶 看看书 有的时候喜欢 他有小环境当中 朋友一起来喝喝茶 聊聊天 他的朋友特别多 山东人 本身就比较豪爽 对对 那您二位 以前上大学的时候 也是这样的性格吗 基本上性格差不多 上大学的时候 他更内向 然后说什么话 脸还红呢 见到女生脸也红 特别腼腆 特别腼腆